大家好,主播慷慷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2025年度开发者大会WWDC 2025月前盛大开幕。 执行长库克率领软体部门主管费德里及Craig Federey登台,揭示多项软体创新。 大会以一段高规格开场影片拉开序幕,巧妙呼应了苹果即将上映的Apple TV Plus电影F1。 库克在开场演说中强调,苹果将带来令人振奋的新创新。 接着,由费德里吉率先介绍,iOS26与Apple Intelligence,象征AI技术全面融入苹果生态系。 此次iOS版本命名方式也改变,全面导入26品牌,展现跨平台的统一策略。 苹果股价在WWDC开幕当天一度下跌近2%,市场解读投资人对苹果AI新功能的反应相对平淡, 尤其相较于Google、OpenAI、Meta近期的重大AI发表,但市场仍持续关注苹果在AI领域的积极布局。 费德里吉表示,Apple Intelligence将为用户带来全新AI功能,包括Writing Tools、Genmoji、Image Playground等,并承诺强化隐私保护。 他也提到,部分Siri功能将延后到明年推出,但苹果已允许开发者透过装置端大型语言模型,将AI工具整合至自家应用程式。 虽然AI功能带来了不少新工具,但外媒观察普遍认为,这次AI更新属于Gap Year,主打功能相对保守,真正革命性的Siri升级则要等到明年。 苹果同时发表了iOS26的全新界面设计,Liquid Glass液态玻璃,由设计副总裁戴一Allen Dye介绍。 他形容,这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设计更新,将带来更统一的设计语言,横跨多个平台。 Liquid Glass具备类似真实玻璃的透光与变化效果,依内容与使用情境自动调整。 新界面也延伸至CarPlay,让驾驶画面与车用体验更加一致。 iOS26设计明显向Apple Vision Pro靠拢,整体视觉风格更统一,也预示苹果未来硬体的设计走向。 全新全清除图示,让Liquid Glass美感更具视觉张力。 音乐锁定画面,新增全荧幕动态专辑封面,让Apple Music用户享受沉浸式音乐体验。 除音乐功能外,苹果也宣布相机界面支援简化操作,照片App新增图库与收藏分页,Safari界面也焕然一新。 讯息App新增陌生寄件者讯息自动分类,背景自定与投票功能,Apple Intelligence还可侦测对话中是否适合发起投票。 Apple Music支援歌词翻译,外语歌曲发音,Auto Mix与音乐PIN功能,让用户能轻松打造专属,播放清单。 在系统整合方面,苹果持续深化多项应用的互同性与便利性。 CarPlay方面,Liquid Glass设计语言全面导入,让整体界面焕然一新,驾驶画面更简洁直觉,并支援缩小来电通知视窗,方便驾驶,专注于导航或音乐。 全新CarPlay Ultra功能则让苹果软体成为车辆核心系统,虽然目前仅支援少数车款,但已显示苹果在智慧车载领域的雄心。 Phone App方面,苹果首度在iPhone时代进行大幅改版,整合最近通话、语音信箱及常用联络人,并结合Apple Intelligence自动标示语音信箱的重要资料。 内建的来电筛选功能,更能拦截垃圾电话与诈骗,只有当对方留下姓名及来电源音后,电话才会响起,强化了用户的隐私与安全性。 整体设计也更符合Liquid Glass视觉风格,操作体验全面升级。 苹果在游戏领域同样加快布局,宣布iOS26中将正式推出全新Games App,这是首度将游戏推荐,Apple Arcade及用户游戏库整合在同一平台,让玩家能一战式体验所有游戏内容。 该App不仅支援查看朋友正在玩的游戏,还能直接发送挑战邀请,强化社群互动与游戏体验。 虽然现场掌声不及其他新功能,但这项更新仍为苹果在游戏市场增加了新的砝码。 另一方面,全新Visual Intelligence功能也备受期待。 它能及时分析iPhone萤幕上的内容,类似Google Android平台的Circle to Search功能, 但未来将进一步扩展到更多App与作业系统,甚至为苹果未来的智慧眼镜与AirPods等AI装置铺路。 值得一提的是,Visual Intelligence背后仍有ChatGPT技术支援,成为苹果AI布局的重要一环。 苹果在软体平台的整体升级也不容小觑。 WatchOS 26延续了Liquid Glass设计语言,表面风格与iOS 26, 完美呼应。 全新Workout Body功能,结合了AI语音教练,可在跑步或运动时及时鼓励用户,提供提示,增添互动性与陪伴感。 此外,Workout App也重新设计界面,支援自定运动选单,即Apple Music自动播放功能, 让运动体验更加流畅与个人化。 Smart Stack功能则利用AI智慧推播最适合的Widget,并根据环境噪音自动调整通知音量,提升了手表的及时性与实用性。 首次登场的Note App,让Apple Watch跨足行动笔记,满足随时记录需求。 TV OS 26同步导入Liquid Glass视觉语言,在大萤幕展现更具未来感的透明与光影效果,控制中心与界面更直觉。 系统还支援睡眠模式,自动跳出使用者大案选单,方便家庭成员快速切换账号,让整体使用体验更加人性化,且与Apple生态系更紧密结合。 Mac OS Tahoe则以Liquid Glass和更透明的选单列,带来全新视觉体验,让荧幕看起来更宽阔,同时支援更多资料加颜色,自定主题,及全新桌布, 让使用者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个人桌面。 Spotlight搜寻迎来史上最大更新,不仅搜寻速度更快,还能直接在搜寻栏执行动作Actions,大幅缩短工作流程。 全新Live Activities功能也正式登上Mac,让用户及时掌握订单、外送动态或其他应用情景。 苹果还宣布,Phone App将登录Mac平台,整合通话,语音信箱及常用联络人,并结合Apple Intelligence,让Mac成为多装置整合的核心。 Vision OS 26支援Widgets,让用户将时钟、天气等固定在空间中,新增看相及卷动与解锁iPhone功能。 Adobe也将推出Vision OS专属App,支援3D编辑与6度F配件包括Logitech空中手写笔与PlayStation VR控制器,进一步强化Vision Pro的专业应用市场。 外媒也观察到,苹果正积极将Vision Pro打造成更偏向企业应用场景的设备,特别强化硬体共享及配件支援,展现进军专业市场的决心。 iPadOS 26则以Liquid Glass设计及全新多工界面成为最大亮点,用户可同时开启最多6个App,自由调整大小,并支援熟悉的视窗操作。 Files App,音讯录制,背景工作及Journal App等也同步升级。 Swift UI与Xcode功能更进化,为开发者铺路。 执行长库克最后宣布,开发者测试版Developer Beta即日起开放下载,7月将提供公开测试版Public Beta正式版预计秋季全面推送给所有用户,让更多用户抢先体验苹果生态系的最新革新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